谈到这个组织架构 或许大家不太知道 台湾谁是主管我们保护环境 保护物种调查台湾的自然资源的 不可思议的这个单位是在开发 利用我们环境利用土地的农委会里头 所以你就清楚地了解 这里头的绝对的矛盾 因为农委会农业嘛 管的是农与续产等等之类的 把一个土地尽量的人为的利用 在产业上头的发展 是这个部会的思考 但是我们把这么一个 站在必须说对立的立场的单位 是放在农委会 将来组织再造没有改变这件事情 将来农委会变成农业部 环保署变成环境部 所有对于台湾本地植物的调查 保护等等之类的工作 还在农业部里头 这个是应该要调整 但是现在没有看到发生 对于台湾本地植物业部里头 谢谢大家